七部诗 曹植 主豆燃豆旗 路耻以为之 旗在府下燃 豆在府中弃 本事同根生 相间合太极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主豆子燃烧的是豆干 过滤豆齿做成了豆浆 豆干在灶下燃烧 豆子在锅里哭泣 本事生在同一根上 相间何必这么着急 作者曹植和曹丕本是亲兄弟 曹植年少时就很聪明 能出口成章 下笔千言 曹丕当了皇帝以后 怕曹植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想迫害曹植 有一次他让曹植在七部之内做成一首诗 否则就把他处死 曹植应声而起 没走到七部就做好了这首诗 曹植把自己比喻成锅里的豆子 把曹丕比喻成锅下面的豆干 豆子和豆干本是生长在同一根上 现在豆干却在锅下面燃烧 煎熬锅里的豆子 而锅里的豆子无力反抗 曹植用这个比喻 指自己和曹丕是亲兄弟 应该骨肉情深 真诚相至 但现在却是骨肉相残 表达了内心的悲愤 相传曹丕听了面有灰色 再读一遍 主豆燃豆旗 鹿池已为之 旗在府下燃 豆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